齐木白被抄家了 人废了 我去管他要工钱 该死 他虚弱地瘫在床上 有一种惹人怜爱的病态娇若美 他要是愿意以身抵债 我也没有意见 哎!真是倒了大美 谁能想到昨天还威风赫赫的齐江军府 一息之间就倒了呢? 身为齐府二公子齐木白的贴身丫鬟 我没想过几天轻浮 眼下还得带着他逃命 人啊!都躲不过一个命子 齐家祖上侍戴从军 立下的战功数不胜数 一次小小的失误 竟惹得圣上震怒 诬陷二公子通敌叛国 可怜二公子富商从战场回来 家门都没进直接下狱了 一番严刑拷打后 什么都没问出来 人又像死猪一样被丢回来了 转头又被抄了家 昔日声名宣赫的齐府 一朝成了不祥之地 家仆四散全都逃命去了 只有我和我弟比较倒霉 我弟是牵马的小司 最喜欢齐木白那匹汉邪宝马了 他不忍心那宝贝落到官兵手里 所以偷偷溜到马厩去准备把马放走 我则惦记二公子身上的玉佩 那是齐家祖传之物 一代代传下来 万不可落入狗皇帝的口袋 只是没想到 我姐玉佩的时候 一直昏死的二公子竟然醒了 她不仅醒了 还叫了我的名字 红鹰 我心中大喜 背着她从后院的狗洞里爬出来 就这样 三人一马 姑且在一个破庙里落脚 那些狱卒真是畜生啊 齐木白是人人敬仰的将军时 他们像哈巴狗似的围上来 渴望能与这个从无败计的战神说上一句话 从而有了光宗耀祖的谈资 没想到落入他们手里后 反倒用更残忍的手段对待她 齐木白身上伤痕交错 皮肉外翻着 很多地方都化浓了 我用小手帕清理齐木白身上的伤口 他就躺在甘草堆上 既不阻止也不避让 只呆傻傻地望着庙里的尼菩萨出神 我弟红雨熬了一碗药 咬了一勺 送到齐木白嘴边 齐木白死水一样的眼睛 终于动了一下 嗓音也哑哑的 用卖马的银子买的药 红雨点点头 齐木白的眼睛渐渐蒙上一层水汽 最后从眼角坠下 整个人好像发疯了一样大喊 谁让你买药的 得了银子 就应该带着你姐姐离开 谁他娘的让你们管我了 齐木白去解腰间的玉佩 因为身上遍布伤痕一动便会牵扯疼痛 他几乎是双手颤抖着 把东西递到了我的掌心 咱们的情分到此为止 这东西赏你 够你一辈子花的 你随便找个什么地方 买一个院子 做点小买卖 日后嫁人了 用不着烧纸告诉我 二公子 我病好后要去从军 我要东山再起 梅贤公副馆 你们两个 他艰难地转了下身子 朝向墙壁不再看我 嗡声嗡气地说 红鹰 带上你地 快滚吧 这还有这种好事 这块玉佩价值连城 可抵千金哪 而且是齐木白主动送给我的 我内心很平和 不觉得愧疚 因为这可以理解成 我把他从齐府救出来的报酬 他还让我滚 他居然让我滚 滚就滚 我当即拉着红羽的衣袖 头也不回地跑出破庙 走着走着 心里隐隐觉得不大对劲 这玉佩 可是齐木白的宝贝呀 我在他身边伺候了八年 不能说把他的脾性摸得麻青 也能猜得八九不离时了 齐木白这么多年来为朝廷出生入死从无败计 家官进爵所得的封赏在他眼里分文不值 唯独对这枚玉佩最赏心 每次出征前 他都把玉佩郑重其事地交到我手里 再三叮嘱一定要保管好 我当时齐家人口凋零 到了齐木白这一带 只剩下他 所以对祖传之物特别珍惜 既然是如此珍惜之物 又怎会舍得给我 我返回破庙 正巧看见齐木白支撑着身子坐起来 用我一落的手帕仔仔细细擦干净脸 一旁的药碗被他摔破 他拿了一个最为锋利的残片 要对着脖子割下去 我就说嘛 齐木白一反常 准没好事 我一脚踢开庙门 装作匆匆赶到的样子 对着齐木白怨道 你什么意思 这玉佩是假的 我拿假玉佩怎么买房置地 怎么寻觅夫婿 齐木白一脸错愕地看向我 眼里带着天大委屈无处诉说的凄苦 哽咽着说 连你也觉得 我在说谎 我是齐木白 我他娘的是齐木白 我会说谎 老兹说 没通敌就是没通敌 老兹说 那玉佩是真的 它就是真的 那可真是抱歉 我走过去 把地上的残片剔干净 是不是真的 等你身子养好了 随我到当铺里问一问不就知道了 红雨又递过来一碗汤药 我掐着齐木白的双颊趁他没缓过神 一抬手全给他灌进去了 齐木白咳嗽了好一会 在抬头时 眼睛反倒亮了几分 红鹰 你行? 等老子好了 谁不去当铺谁是狗 我坐在干草堆上 从齐木白的衣巾里抽出我的手帕 给他擦干净嘴角的药汁 不过我要去的当铺不在这京城中 这玉佩 京城里的人都认得 我今天若是敢拿着叫人相看 明天就得在大牢里蹲着 我要去永州 听闻城中有家瑞星典荡行 典荡行里的陈大掌柜最识货 我就找他齐木白躺在枯黄的草堆中 咬牙切齿地说 行 我跟你去永州 永州是个山清水秀的城镇 距离京城甚远 红雨想买一辆马车 这样行程会快些 有时候 我觉得这孩子真傻 在齐木白身边熏陶这么多年 也没见他长多少智慧 齐木白想自我了结 只是一时冲动罢了 等他想清楚想明白了 再看看沿途的好风光 总会重燃希望的 我对着红雨的后脑勺打了一巴掌 买一只驴 套上一个板车 慢慢走就行了 板车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干草 齐木白往上面一躺 一张俊脸拉得比驴还长 目光似有留恋地望向渐行渐远的京城 齐嘉兴在此 败在此 这是个让他又爱又恨的地方 我不知道 齐木白这一刻心里都想了些什么 只看到他的双拳钻得紧紧的 最终 他只是摸了摸腰间的玉佩 又缓缓地看向我 驴车慢吞吞行走在树荫间 彼时正是盛夏 烈日从枝叶的缝隙间投下斑驳光影 印在齐木白清新俊逸的面容上更添了几分书生气 练兴一般的眼眸在忽明忽暗中似乎闪着不一样的光 说来真是奇怪 齐嘉世代从军 按说都应该长成杀气腾腾的镖形大汉 才有气势震得住万万将士 可齐嘉的每一代将军 每眼间都有一股悲天悯人的气度 八年前 我带着弟弟逃难到京城时 曾有幸见过齐嘉的三位将军 分别是齐木白的祖父 父亲和兄长 那时候 城中百姓家道欢迎凯旋而归的齐嘉将军 齐木白扬鞭催马跟在后面 我饿极了 索性把心一横 不要命似地冲上去抱住了他的腿 行进的队伍停止了 围观的百姓惊呆了 官兵的刀没有砍到我身上 齐木白用马鞭挑起我的下巴 小爷我一身清白 可不记得招惹过你啊 那会儿我不过十三岁 吓得瑟瑟发抖 依旧洋装镇定 请将军收留我们姐弟 我俩给你当牛做马 都行 齐木白突然就笑了 小丫头嘴还挺甜 就凭你叫我这声将军 我今天也得分你个差事 此后八年 我一直在齐府伺候 八年里 边关战士连连 我亲眼看着齐家的将军们一身银甲上战场 在由马格果师送回家 圣上的赏赐填不满齐府日渐荒芜的宅子 等到齐木白的兄长也战死沙场后 齐木白又成了齐家的下一个将军 他坐在空无一人的厅堂里 面对着一箱箱的封赏 好像拥有了很多 又好像失去了所有 也只有我去叫他时 他才大梦初醒一般地回过神 笑嘻嘻地对我说 红鹰 这都是小爷心得的赏赐 全给你了 那都是齐木白拿命换来的 我不敢要 我也不能要 现在想想 我可真傻 哪怕我当时存了那么一点私心 留下一件 现在都能付得流油 想起这些心酸事 我有些心疼齐木白 转头望向他 果见他眼神哀怨地看向我 我安慰他 只要留着命 以后总会好的 谁料齐木白把头偏向一边 淡淡回道 红鹰 伺候爷吃饭 呵呵 看吧 齐木白就是齐木白 要不是他有病在身 我真想拿鞋底抽他 我掰了块饼子递给他 他也不接 还是用怨天怨地怨空气的眼神 抽我 以前你可不是这样照顾我的 这话倒也没错 我对齐木白 比他娘照顾的还用心 他受伤回来 大爷势地往小踏上一摊 我就得拿着小手帕 一点点给他上药 我给他做的衣服破了 狗皇帝赏赐他新的 他也不爱穿 我得点灯遨游地给他补衣裳 天冷床踏凉 我要往他被褥里放汤婆子 他也不同意 非让我亲自去给他暖床 京城中心开了点心铺子 他去凑热闹买一大堆 买回来 又不吃 逼我吃 最为奇特的是 他还给我买过一个簪子 明明在战场上是个杀法果决的人 谁能想到手里竟没个准头 一厨子砸我头皮上了 现在还留着疤 想起来真是悲惨 这是人干的事吗 以后 对你齐木柏 我就这样 齐木柏耿着个脖子 愤愤不屈要起来 奈何身上伤口太多 才动一下就呲牙咧嘴 只能嘴上叫嚣 红鹰 你等 我平日看惯了齐木柏微风凛凛的模样 现在看他这副傻样 反倒觉得心情变好了 我掰了一小块饼子 不错分毫地塞到他嘴里 你想说等爷身体好了 要好好收拾你 对不对 我摊手 齐木柏 这话我都听了八年了 也没见你的马鞭抽在我身上 齐木柏一噎 恶狠狠地嚼着嘴里的干粮 嘴里地吃完了 他就艰难地举起胳膊 夺走我手上的干粮 这才对吗 你的身体正在愈合 如果长期不动 伤口会粘连地齐木柏回我一个大大的白眼 不过很快 我就发现他在似有若无地动着手指 好像比昨天灵活了一些 手里的银子所剩无几 我们也没去客栈 晚上就塑在林子里 火苗渐渐熄灭 红宇煎完最后一副药给齐木柏喝下 他的身体仍旧虚弱 喝完药后 整个人昏昏沉沉地睡在板车上 我与红宇商量 前面是崇州城 我去找个活计赚点银子给二公子买药 红宇不同意 当年是姐姐不顾死活地冲上去 才有咱们的活路 今天弟弟已经长大了 哪有在让姐姐出头的道理 我笑着摸摸她的头 如果你想让姐姐安心 就守好齐木柏 我们要把她完好无损地送到永州去 只有到了那里齐木柏才能堂堂正正地活着 红宇恍然大悟 姐 我知道了 永州有 我慌忙按住了红宇的嘴 齐木柏性子倔强 人又狂妄惯了 骤然面对打击一时转环不过来 等她清醒了 她会明白地 我小心地给齐木柏上药 听着她清浅绵远地呼吸声 突然觉得这样也挺好 至少 现在在我身边的是个活生生的齐木柏 不是那个用马格裹回来的齐木柏 我趁着齐木柏没睡醒 启程上路了 崇州城内比我想象的热闹许多 有小贩在路边卖馄饨 有货廊挑着担子卖杂货 不装得老板开门迎客 青楼的姑娘挥着手帕在门口嘻嘻叫嚷 我逛遍了好几条街 才找到有一家饭馆招跑堂的 我跟老板说明来意 她用眼神由上至下地将我刮三遍 你 要当跑堂的 她哼笑了一声 简直是笑话 我这不招女的 说完 她朝南边指了指 要找活就去春香楼 别耽误我做生意 春香楼就是我刚刚路过的青楼 我犹豫再三 还是壮着胆子走过去 里面的老宝脂粉抹得浓 看不清本来面貌 只问我 来卖身的 我摇头 卖艺的 我摇头 卖唱的 我还是摇头 说起来真是惭愧 在祈府八年 我好像什么都没学会 入府的时候 祈夫人还健在 想要把我分到厨房去干活 是齐木柏给拦下了 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 端坐在椅子上装大半算 母亲 你看他们 姐弟俩瘦成这样 去厨房间 不能扛手不能提的 搞不好还会偷吃 派到我院里吧 弟弟给我牵马 姐姐 她私存了好一会 应该是没找到合适的活计分派给我 就坐在那里瞎边 姐姐就给我扫院子 对 让她扫院子 我每日练枪 院里的灰枪的我咳嗽 齐夫人看看她 又看看我 不露声色地笑了 我就这样跟着齐木柏回到了属于她的小院子 她没让我扫院子 只问了我的名字 我答 徐萍萍 齐木柏皱眉 哪个瓶 扶萍的瓶 我点头 发觉齐木柏 有点不高兴了 谁给你取的 身如浮萍 宁似纸薄 这名字起得像狗屁一样 听她这么说 可把我气坏了 又不敢反驳她 只能等着这位爷赐名 夕阳渐落 为目之所及的一切都度了曾经边 庭院中不知哪个角落刮起一阵微风 送来茉莉花的香气 那个夜晚对于十三岁的我来说 显得昂贵又奢靡 我从不曾见过一个比他还英俊替躺的小公子 仿佛在此情此景下 遇见他这一次 就用光了我这辈子所有的好运气 英俊替躺的小公子在那阵似有若无的香气中沉吟 我最喜欢红鹰枪 以后你就叫红鹰吧 成了红鹰后的我 等于被他养在了院子里 齐木白这个人张扬拔护极了 他不准任何人使唤我 我每天唯一需要做的事 就是跟在他后面管他叫将军 我一叫他就高兴 他一高兴就赏我点心吃 顺带者连我弟弟都沾了光 也赐名红羽取自他房中那张红羽公 他平时除了给齐木白牵马 什么活也不用干 简而言之 就是齐木白把我养废了 我一个丫鬟 天天被养成了小姐 小姐也没个小姐样 我不会弹琴作诗 不会下棋绣花 规格女子会的那些 齐木白从来没对我有过期待 他说希望我能过得快乐 不是天天在深闺里待着 所以这活棒锤一有功夫 就教我练红鹰枪 射红羽箭 他还教我识字写字 说等他上了战场 要我天天给他写家书 我思来想去 也没想到自己能做什么 有些尴尬的望向老宝 咱们这却打杂的补 老宝比我想象中和善 把我安排到小厨房 负责给做饭的大师傅打下手 每月宫前二两银子 我与老宝定好明日来上宫 急匆匆地往回赶 远远就看见齐木白朝我回来的方向作者 一看见我的身影 反倒身子一滑 又瘫了下去 红羽哭丧着脸 姐 你可算回来了 二公子听说你去城中找活干 气得一天没吃东西 我就说齐木白是个活棒吹吧 我把买来的两只鸡腿一个给了红羽 一个递到齐木白面前 哇! 好香啊 齐木白冷着脸 拿走 我不吃 我也没说给你吃啊 我就是给你闻闻 齐木白气地把后曹牙咬得嘎嘎作响 身子一挺朝令一边转去 那你就去一边吃 别在这碍眼 我咬了一口 凑到齐木白身旁 嗯 真是香啊 你自求多福吧 如果你没挺住 死在去永州的路上 那我给你立碑的时候 可一定要刻上你给我假玉佩的事 齐木白立马回头 都说了它是真的 是真的 谁知道呢 我把鸡腿在他眼前晃了晃 反正那时候你都入土了 你管不着我 你行啊 红鹰 齐木白应该是气急了 脸色憋得通红 你等我 我的老天爷呀 这句话 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 就像之前喂药和喂干粮一样 我再次准确无误地把鸡腿插到齐木白嘴里 快吃吧呀 别说话 齐木白瞅瞅在不远处捉鸡骨头的红鱼 又看了看我 居然又把鸡腿给拿了出来 之前他瘦了大刑 食指都被夹得变形了 这几天才消肿 仍旧不太利落 他两手捧着鸡腿把上面的口水擦干净 又费力地把肉撕成了条状 颠簸着走了这么久 还大口吃肉 小心一会胃疼 我觉得心里暖暖的 想哭又想笑 一颗心激荡地起起伏伏 最终只是拿起一块肉 递到齐木白嘴边 齐木白没吃 只让我把昨天剩下的饼子递给他 他说 红鹰 你不就是想让我活下去吗 我都知道 我也明白 可我 齐木白没再说下去 他木天席地地躺在那里 透过枝叶间的缝隙 去看天上的月亮 我想起齐木白 曾经在战场上写给我的家书 有一次他写道 军中又伤亡了几百将士 大家心中难受 于是围坐在篝火边唱思乡的歌谣 他听着歌声 久久不能入睡 就站在边垂万寝 黄沙之中 看天上的月亮 他说 边疆的月亮很美 像家中的月亮一样美 他还说 他齐木白这一生绝不会让月亮蒙沉 我那时觉得他莫名其妙 还撕下蠢夺 使边关的黄沙把齐木白吹糊涂了 直到这一刻 我才明白过来 太阳不能直视 唯有月光才能照入人心 齐木白也许在边关的无数个夜晚想明白了某些事 就像他现在这样 他轻轻扯着我的衣角 说 红英 我不再想死了 我没有告诉齐木白 我在青楼里做工 我不能让他刚刚燃起的斗志再次熄灭 只骗他在一个饭馆的后厨帮忙 齐木白自那晚后 整个人都变得精神了 我买回来的要他不再排斥 每次都一饮而尽 我白天去干活 他就在红雨的照料下练习起身 走路 我晚上下工回来 总能看见他坐在木板车上等我 临间幽暗 他就拿着一个火把 痴痴地坐在那里等 以至于我远远地就能看见齐木白被照得通亮的一颗头 好似凭空挑在那里 尤其是当他看到我后撕着一口大白牙傻笑的时候 我都快被吓死了 他总是把一天中发生的所有事都讲给我听 比如树上的鸟巢中心出壳了几只小鸟 他今天又练习着走了几步路 红雨又把鱼给烤糊了 不过他最爱做的事 就是与我肩并肩躺在木板车上 那是临间最静谧的时候 连红雨细微的呼噜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圈鸟早已归巢 下馋都停止了鸣叫 齐木白轻轻蹭着我的手指 再等我几天 过几天我也可以去做一份工 咱们攒些钱去永州 找那个陈大掌柜把玉佩卖了 到时候二公子带你去最好的酒楼吃一顿 咱们买个宅子 还像以前那样 无论我干什么 你都在旁边看我 不准低头绣花 也不准做别的事 就只看我 就只看你 我有一点点不高兴 你都多大了 还用得着我时时刻刻盯着 与其这么费事 你还不如摊在床上呢 齐木白神色极其凝重 扎么扎么嘴 似乎想说什么又找不到合适的言词来形容 最后只得崩出几个字来 我看你是有点傻 我傻不傻的 也不太重要 反正把齐木白送到永州 我也算对得起齐家的列祖列宗了 齐木白可能早就忘了 齐老将军先前曾带兵过境永州城 当时部队中的很多伤员留在永州一制 齐后战事平息 那些老部下便留在永州驻守 不再回京 我私心想着 齐木白呀 一辈子都没被人踩在脚下 齐家满门中烈 不曾有一点逊思 怪指怪狗皇帝不仁 太平本是将军定 他却不许将军见太平 边陲的安宁 是齐家上下几十口人用命换来的 才刚刚得了捷报 他就担心功高盖主 要将齐家斩草除根 那我就把将军送到他看不见的地方去 送到一个能忠心拥护爱戴他的地方去 静静等待 等到所有人都遗忘了 所有人都麻痹了的时候 我要让齐家的红鹰枪扎在狗皇帝的脑袋上 日子有条不纹过下去 春香楼恩客迎门 遇到出手阔绰的大爷 连我也能得些赏赐 有时忙碌到深夜 才能回林子里 这日大雨 我站在春香楼的门前等雨停 看见有人撑伞在大雨中行走 此人似乎在寻找什么 每到一个铺门前都要朝内凝望片刻 瓢泼大雨似株连一般击打在地上 腐一落地又腾起白色雨雾 让人越发瞧不真切 他压低伞走过 却被门口迎客的姑娘给拉住胳膊 挣扎间他看了我一眼 灯时让我汗毛倒数 是奇目白 他在眼下整个人愣愣的 有伞掉落在一边 比我还惊愕 楼里阴歌厌舞 迷音飞飞 楼外戚风冷雨 相顾无言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看见奇目白整个人都在发抖 瘦削的脸庞变得极其苍白 只有湿漉漉的眼眶里泛着红 他最终捡起了油伞 朝我伸出了手 红鹰 我来接你回家 一路上我都不敢说话 这种事越描越黑 可能在奇目白心里 我跟春风楼的姑娘也没有差别了 老实说我心里害怕极了 奇目白这个人吧 一向看不惯这种烟花之地 今年二十四了 从没进过青楼 用他的话来说 都怕一走 一过污了他身上的祥瑞之气 现在好了 他这些日子吃进去的每一粒米 喝进去的每一口药 都是从这肮脏地方赚来的 他身上的祥瑞之气早霉了 还是我背着他偷偷弄霉的 大雨已停 整个林间泥泞路滑 我跟在奇目白身后亦不亦去 月光不知何时显露出来 映在林间之夜的露水上 泛着点点白光 借着这细微光亮 我看到奇目白搭了褶头 一向宽阔的肩膀 无力地垂了下去 像一只丧家犬 我心里既难过又担心 还怕大雨让奇目白染了病 一颗心七上八下没个着落 事实证明 人就不能一心二用 更何况我都三用了 脚底一滑 要倒不到时 奇目白反身把我扶住了 扶住了以后 他也没撒手 反而低头看我 一张俊俏脸带上泪痕斑斑 显然是默默哭过了 我伸手去擦 我还没死呢 你哭成这样干嘛 奇目白疼惜地 捧起我的脸颊 像拔萝卜似的那么用力 我的月亮因我而坠入深渊 老子就是拼到死 也他娘的要把你举起来 晚风浮动 临间传来树叶摩擦的沙沙响声 那细碎的 微小的响动 像是我心肩上难以抑制的狂欢 我真的好想对他说些山盟海事的话呀 就像画本里 《诗词歌赋》里写的那些让人脸红心跳 眼唇娇羞的话 可是这活棒吹之前一直说讨厌那些文周周的东西 不让我看 也不让我学 我的一腔热情和满心欢喜 只能化作临间的一声大吼 依哈 奇目白大手一抖 估计是受到了惊吓 红鹰 我看你是真傻 说完 他就笑了 还让我爬上他的背 他要背我回去 我趴在他的背上 双臂将他估得紧紧的 奇目白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我只是在春香楼的小厨房里帮忙 我没卖身也没接客 奇目白侧头 用下巴蹭了蹭我额脚 我知道 我十分好奇 你怎么知道的 活棒吹说 我活了二十四年了 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 我就没见过有人大夏天在青楼里围围巾戴冬帽的 你算是让我开眼了 谁要敢说你是楼里的姑娘 我他娘的都觉得他脑子有病 随着奇目白身体的好转 我们启程去永州 奇目白已经不需要再喝药了 余下的银子足够我们沿途的花费 那晚大雨过后 奇目白又变成了之前那个骄傲骁勇的小齐将军 天气好的时候 他便背上红羽弓去打猎 每次都把肉最多的地方留给我吃 天气不好的时候 他就坐在木板车上磨他的红鹰枪 一下 两下 下下都磨底在最锋利的地方 磨到枪头都发了亮 闪着骇人的荧光 然后便遥望京城的方向 沉默着一句话不说 我们在路上也遇见了很多逃难的人 他们说 边关又起战事了 朝廷连连败退 将士死伤无数 官府正在四处抓壮丁送去战场 其家将军们用命筑起的边关防线 随着奇目白的离开而全面崩溃 我以为他会伤心难过或是大声咒骂 为朝廷的昏庸无能而悲愤 没想到奇目白头一次安安静静地听着 就只是听者 然后手指轻轻抹撒着腰间的玉佩 他坐在初秋的晚风中 看着即将落入地平线的夕阳 动了几下嘴唇 我认得那唇语 他说 我其家能保你几十年日不落 也能用红雨剑把你射下来 现在 我要自己去当太阳 在距离永州城还有几天剿城的时候 我们遭到了官府的追捕 他们拿着画像四处寻人 着急又慌乱 我想 可能是狗皇帝没辙了 他又想找奇目白回去替他守边关开疆土了 红雨扬起鞭子 把毛驴抽得直叫 只要坐响的木板车在小路上飞奔逃离 木板车散了 奇目白就让我骑着毛驴 他跟红雨在后面跑 毛驴累死了 我们就徒步在深山密林中穿行 入秋的冷雨拍在身上 奇目白就抱着我 在一处岩石下躲雨 我身体变得很糟糕 一会发冷 一会又出了一身汗 迷迷糊糊地做着似真非真的梦 梦里奇夫人拉着我的手 对我说 我这个小儿子 行事放浪不羁 脾气又坏 你如果不愿意留在他身边 我给你一些银子 你可以出府去 不用忍受他 我的一颗心砰砰直跳 第一次敢抬起头来看那位雍容华贵的夫人 我说 我愿意的 就是让我死 我也不离开他 其夫人很欣慰 既疼惜又爱怜地拉起了我的手 拉着拉着 那只手又变成了一张张白花花的纸钱 我跪在灵堂 旁边是一席笑衣的奇目白 他抬臂狠狠擦掉眼角泪水 一把抱住了我 红鹰 大哥也死了 我所有的亲人都死了 我只有你了 梦里的奇目白将我抱得很紧 紧到我几乎要喘不上气 我拼命挣扎 又对上了他的眼睛 见我醒了 奇目白很高兴 他用戴着薄茧的指尖 抚了抚我的脸颊 这大夫医术不错 他说 你喝完药就能醒了 果真没有骗我 我环顾四周 发现躺在一个陌生的床上 你带我进城了 奇目白点头 你在林子里都稍糊涂了 我叫你的名字你也不答应 我好怕你会死 奇目白把头抵在我的颈尖 想知祈求主人爱抚的幼犬 我真的好怕连你也离开我呀 我突然觉得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苦楚 人哪 总觉得一辈子很长 会把很多话藏在心底 觉得以后 或者在不久的将来 总会有合适的机会说出来 可真到眼前了 又觉得那些话再说出来只会徒增对方的烦恼 所以呀 那些话就只能一辈子烂在肚子里 再也无人知晓 我想叮嘱奇目白很多事情 可是一看见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 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我只能拉着他的手 贪恋着掌心里的每一点温度 这要可真苦 能不能给我买几颗糖吃 行啊 齐目白笑起来傻乎乎的 那你等我 齐目白走后 红雨跪在床前 姐 你要让我做什么 这小子难得聪明一回 我竟有点想哭 跟在齐目白后面 趁他不注意打晕他 把他带到永州 红雨走后不一会 官兵在大夫的带领下破门而入 为首的兵长手指画像比对 你可是齐目白的贴身丫鬟红英 是 起来 跟我们走 我躺在床上 目光悠悠地望向那名大夫 起不来呢 这狗贼给我下药了 我双脚无力 从我清醒的那一刻 我就察觉到了不对 通缉令的赏金 足够让一个人昧着良心做事 大夫虽然治了我的伤寒 却也给我下了麻痹的药 这样他才有足够的时间拖住齐目白 去找官兵 带人领赏 我被带上囚车的时候 整个医馆外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 而长街的另一端 响起渐渐远去的马蹄声 兵长说要将我押戒入京 关于齐家的事情 苟皇帝要亲自过问 我坐在囚车里 看我跟齐目白经过的每一个地方 我想起了很多久远的 甚至自认为遗忘的事情 想起我入府后 齐目白第一次在我面前练红鹰枪 少年单薄的脊背有着不服输的韧劲 一柄三十斤重的银枪总是坠得他亮枪 他硬撑着不肯服输 累了便换另一只手拿 鹅脚细细蜜蜜的汗水汇在一起 沿着脸颊滑到下巴 最后重重地落在地上 见我分心不看他了 他就摆出一副丸固子弟的无赖样 一脚踩着石凳 还空出一只手来朝我勾手指 诶 那个谁?红鹰 过来给爷擦汗 我嘴上不敢忤逆他 只能在手上找补回来 拿手帕队到齐目白脑门上 他也不生气 反而显得挺高兴 哟!手劲挺大呀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齐目白把红鹰枪递给我 过来 我教你齐家枪法 这枪法向来只传齐家人 多少人求之不得呢? 红鹰 你真是走了大运了 他居然还有脸说 可怜我十三岁就被他逼着抡银枪 放着好好的女工不让我做 天天还得背枪法招式 媒婆上门提亲 多好的事啊! 她还不高兴 她一不高兴就折磨我 让我给媒婆表演耍银枪 我压根就没记得多少 所以就东边刺一下 西边挑一下 见我糊弄她 她反倒凭空多出许多耐心来 贴在我身后 握着我拿银枪的手 一个招式一个招式交起来 比大姑娘绣花还认真 最后还不忘问人家媒婆 您老看清楚了吗? 您老看明白了吗? 我觉得齐木白真变态呀 迫害我一个不够 她居然连媒婆也不放过 囚车入京时 秋意正浓 许是因为边陲战事的缘故 京中往日的繁华不在 只有零星的几个商贩在叫卖 墙根下三三两两地蜷缩着难民 手里端着破碗 早已乞讨无门 路过齐家旧宅时 我看见府门破败不堪 院里杂草丛生 唯有大门口的匾额还完好地挂在上面 兵长把我押进大狱 狱卒们每天只问我一句话 齐木白在哪? 齐家在边关是否有密道? 我反问 什么密道? 狱卒打 齐家能够制敌取胜的密道 只要你说出来 就可解决眼下的边关战事了 哦!原来在他们眼中 齐家的诸位将军都是爬狗洞一样的密道去消灭敌军的 他们流过的那些血 赔进去的那么多命 还有战死的那些将士们 统统都是不作数的 狗皇帝稳坐龙椅几十年 靠的就是一条密道 就 真的挺可笑的 我每天都被拖出来受刑 反正什么刑具用在我身上都一个样 齐家没做过的事 让我怎么招任呢? 我经历着齐木白先前经历的一切 也许那时的他比我现在还心如死灰吧 因为 那个如狱的小公子 曾经是那样期盼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上阵杀敌的将军哪 他挥动红鹰枪练过的每一个招式 从红羽弓上射出的每一个箭矢 落入土中的每一滴汗珠 还有他私下里偷偷让我喊他的每一声将军 所有的一切都充斥着一个少年赤诚报国的心 怎么会变成了这样? 人心怎么会变成了这样? 我在日生日落里拖延着时间 挨到我觉得已经够了 甚至是我自己要挺不住的时候 我说 齐家有一个秘密 我想 亲自承报给陛下 狱卒高兴坏了 将我送到宫门口 宫人把我送到大殿门口 长氏太监又把我带到金鸾殿上 威严厚重地珠门推开 殿里站着愁愁无措的大臣们 老太龙中的皇帝尾顿在龙椅上 举高临下地看着我 什么秘密?我环顾四周 欲言又止 我只能偷偷告诉你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我身上全是血 走路一步三颤 一副随时要死掉的模样 太监觉得我脏 不肯服我 大臣觉得我像蝼蚁 只拿眼邪逆我 老皇帝为了他的千秋积夜 不得不皱眉忍耐 朕准你上前 我只能一点点爬过去 金碧辉煌的大殿冰冷寒凉 我的伤口淋淋拉拉 渗着血 每爬一步 地上就多一片红痕 爬的时候我就想 等其木白成了皇帝 可得给我立个漂亮的墓碑 如果他有心 最好在墓碑上欠点宝石装点一下 碑上就刻 英勇大义女碧红英 或者 他要是觉得与他的银枪犯冲不吉利 名字改成徐萍萍也行 我想起初见那天 那股好闻的茉莉花香气 还有回廊下的小公子 小公子玉树临风 小公子风流倜傥 小公子会平平安安的 小公子说得没错 我的确是 身如扶平 命笔纸薄 我扶着龙以色缩着站起来 慢慢凑到狗皇帝耳边 其实 其木白有两杆红英枪 一柄在他手里 一柄在我身上 热流喷到我脸上 耳边充斥着哀嚎声 其木白之前送我的干子 被我捅进狗皇帝的眼睛里 一下 两下 三下 下下不错一毫 我在监牢中的每一天 都像其木白磨银枪那样磨这只簪子 我是红英 名字取自其木白最喜欢的红英枪 我弟弟是红羽 名字取自其木白最喜欢的红羽公 只不过我比我弟弟要厉害 我既有红英枪的锋利 又有红羽公的准头 我早说过 我要让其家的红英枪插到狗皇帝的脑袋上 我们姐弟俩 承蒙其家照服八年 现在是报恩的时候了 殿外铁格阵阵 殿内杀气腾腾 侍卫拔剑朝我挥来 恍惚间 我又看见其夫人了 他与其家那些将军清眷们 在不远处笑盈盈地看着我 还有我已经逝去的爹娘 他们也在其家人中间 穿着华美的衣服 不再是衣衫褂褛的模样 就连我自己身上的血衣也都不见了 我双脚腾空 整个人飘飘欲仙 我觉得这就是极乐世界了 我干了件好事 所以老天爷让我来这里享福 我想向爹娘和其家人求证 又见他们越飘越远 我要腾飞去追 感觉双脚又变得千斤重 极乐世界里便寻不到人影 我一着急就大喊起来 喊着喊着我就睁开了眼睛 发现自己躺在柔弱浮云的丝背上 房间内茉莉花香四溢 摆设不仅极尽奢华 床边还躺着一个人 是齐木白 他的穿戴也变了 比狗皇帝的龙袍还气派 我一看见他 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狠狠踢了他一脚 你怎么也死了 齐木白这一次没有说调笑的话 也没有嬉皮笑脸地哄逗我 他只是把我紧紧搂入怀中 红鹰 他说 二公子没死 二公子来找你了 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来证实自己的确还活着 尖针扎在指头上会疼 吃尽嘴里的美味佳肴 我能分辨出味道 我能提笔写字 能自由自在地在皇宫里奔跑 齐木白的红鹰枪还是那么沉 连我打在红雨后脑勺上的触感都是那么真实 红雨对此十分无奈 都说了八百遍了 你还活着 活着 你扎死了狗皇帝 侍卫正要杀你 就被二公子一箭射死了 姐 你是不知道啊 二公子一到永州 拿着腰上的玉佩为政 连夜起兵返了 我们一路急行军 势如破竹地攻入京城 只为救你出来 你在床上躺了几天 二公子就守了你几天 挺大的一个男人 竟然坐在床边擦眼泪 宫墙内的厮杀已经结束 历经改朝换代的工人们将每一寸青砖擦洗 那些沟壑缝隙中的残血不会再出现 史官的文书会如何记载这一段历史 我已不得而知 齐木白成了新皇帝 我则成了他养在后宫里病歪歪的皇后 我先前就说过 齐木白这个人张扬跋护惯了 这辈子也没被人踩在脚底下 当日他在破庙里的被我灌了一碗汤药 这混蛋既恨到今天 张嘴 啊 齐木白穿着龙袍 却做着极不符合身份的事 乖 咱把这口药喝了 我忍无可忍 第三碗了 齐木白 这都第三碗了 我就算是头水牛 你也得让我喘口气吧 呦 身体恢复了 齐木白笑得坏坏的 你要是觉得好了 咱不喝了也行 我狂喜 把胸脯拍得邦邦作响 好了 早好了 哦 他应了一声后开始解数起的床慢 你干什么 我制止他 我不困 不想睡觉 齐木白这回再也绷不住了 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了 红鹰 记不记得这八年来 我都说过什么 他八年里说过的混账话多了去了 我能每句都记得吗 齐木白也不恼 将我搂抱在怀里 回给我一个悠长的亲吻 我在那令人悸动和喷勃而出的欲望中 听到他说 我早晚有一天收拾你 嗯 这句话他念叨了八年 火棒吹还真是记仇呢